男人的手指不小心划破了伤口 一滴鲜血不慎掉进了下方的饮料瓶中 他着急地下去寻找 抹掉了生产台上的一滴血液 本以为这样就清除干净了 怎料沾有血液的饮料已经装运了出去 最后来到了美国的一家超市 几天过后 一个老头打开他喝了下去 结果立马领了喝饭 大家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吗 佛伯乐经过调查发现 饮料瓶中含有班纳特有的变异基因 于是军方开始根据线索寻找班纳的下落 原来男主叫布鲁斯·班纳 是一名物理学家 在和女友的一次实验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班纳遭受到了强大的伽马射线辐射 身体开始发生变异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怪兽好客 失去理智的在实验室大肆破坏 同时还不慎伤到了女友 恢复理智后的班纳看到自己对女友的伤害很是自责 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伤害 班纳选择离开了女友 而军方一直试图获取班纳体内的独特血清 以此打到更多的超级战士 为了防止变身绿巨人好客 她不断通过学习柔术和独特的呼吸法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率 只要心率不超过150 就不会发生变身 她还在网上认识了一位自称为蓝先生的网友 对方对班纳身上的变异细胞很是感兴趣 一直在帮助班纳寻找治疗她身上变异细胞的方法 这天蓝先生寄给了班纳一朵能够治疗她变异的鲜花 只见班纳将鲜花花瓣剪下来后 再滴上自己的血液 绿色的细胞真的变回了红色 可不料没一会绿色细胞再次占据了上风 实验又一次失败了 蓝先生告诉班纳 要想进一步解析 班纳就必须回到之前的实验室拿到原始数据 但是现在军方早已经将她列为通缉犯 她怎敢回去 只能继续在汽水场里当着一名普通工人 可就在这天 她的手指不慎被滑坡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便发生了视频最开始的事情 军方为了能够抓住班纳 派出了一只雇佣兵 甚至还派出了最强战士布朗斯基 也就是后来的增悟 他们很快就锁定了班纳的居住地 但班纳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就在他们朝着里面发射了树莓麻醉剂之后 等他们闯进来 班纳已经逃之夭夭 但在追踪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班纳 班纳只得快速奔跑 而由于剧烈的运动 班纳的心率很快飙到了170多 只得停下脚步平复下心率 接着又在奔跑过程中 遇上了街头几个小混混 在解决了几人以后 班纳逃到了一个仓库里 眼看心率就要飙到200 他本想歇息会调整 怎料那几个小混混也跟了少人 二话不说就将班纳狠狠地摁在角落里 此时军方也瞄准了班纳 而下一秒 班纳就开始发生变异 变成巨大的绿巨人浩克 几个小混混也就此领了河饭 布朗斯基看到这一幕后 也是看得一脸猛逼 直接朝着浩克发射的树莓麻醉针 但这根本就不起作用 反而惹怒了浩克 一个个士兵被浩克打得领和犯 接着士兵又朝着浩克扔了一个烟雾弹 而下一秒就悲剧 不甘心的布朗斯基还想继续攻击 但当他看到浩克真荣厚 也是被吓到了 只见浩克二话不说就朝着对方打去 最后这次抓捕任务也以失败而告终 回到基地后 老布质问罗斯将军 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班纳身边 还有一个绿色怪兽 但将军却告诉他 那怪兽就是班纳变异而成 他在很早之前 就一直在帮助军方研制一种超级士兵的血清 将其注入身体后 就会变得类似美国队长一样强大 老布听后瞬间来了兴趣 表示自己也要体验一下 于是在老布的要求下 将军找到了被尘封已久的血清实验舱 将血清注入了老布的体内 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 班纳在恢复成人形后 悄悄回到了美国 潜入了曾经的实验室 试图拷贝出自己体内的细胞基因数据 怎料当年的实验数据早已经被删除 无处可去的 他只好躲在了一个老朋友的店铺里 怎料班纳曾经的女友却突然出现了 班纳看到后 为了避免给他带来麻烦 只得躲了起来 但这还是被女友发现了 开着车追了出来 两人深情地在雨中拥抱在一起 多年以来 班纳为了不伤害到女友 两人从未联系过 随后女友将班纳带回到了自己住处 将藏有实验室数据的U盘交给班纳 到了晚上 就在两人准备深入交流一下时 班纳却表示 自己不能做太激动的事情 容易导致心率升高变身好客 到了第二天 就在班纳准备独自去寻找男先生时 军方却派出部队赶了过来 班纳只得快速逃跑 最后被逼到了一个狼盗中 军方随机朝着班纳发射出了两枚催泪弹 女友看到后试图冲出去 怎料被将军的士兵拦了下来 班纳看到女友被人欺负 心中的怒气使她开始发生变异 体内的浩克再次占据了她的身体 整个衣服都被撑破了 士兵看到后 连忙朝着浩克疯狂扫射 但这些子弹打到她身上就像是挠痒了 迎着子弹朝着前方通去 赶来的装甲车被她轻松掀翻 接着后面又跑来一辆 直接被浩克一脚逼平 然后举起来将气砸个稀巴烂 接着又捡起发动机朝着前方打去 数辆装甲车瞬间发生爆炸被捕 面对如此局面 将军派出了刚接受了血清改造的劳 不知死活的就朝着浩克发射了一枚导弹 浩克随即拿起大铁板与对方撕打一起 但显然此时的老布还不是浩克的对手 老布只得快速奔跑 将他引到了超声波炮的发射范围内 但这依然伤不到浩克 只见他奋力捡起地上的铁板 一块挡住超声波炮 一块扔向了发射炮台 不甘的老布还想拿起枪来继续攻击 竟不知死活地站在他面前挑衅 老布就这样挂了财 不肯罢休的将军此时又派出战斗机前来袭击 浩克为了保护女友 用身体将女友包裹 接着朝着对方扔出一块铁 战机随即发生爆炸 浩克连忙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女友 爆炸过后 浩克带着女友离开了这里 躲到了一处深山老林的山洞中 与此同时 老布在刚才的战斗中并没有隐恨戏北 而是通过血清治疗 再一次强化了老布的战斗力 身体的背后也开始出现异样 而浩克这边 在他恢复成人形的班纳后 为了能够彻底解决体内怪兽的问题 他带着女友根据线索 一同找到了之前在网上联系的蓝先生 在经过简单的交谈过后 便让班纳躺在了他的实验床上 只见蓝先生拿起一个电击设备 直接朝着班纳的脑瓜子发射电流 在这般刺激下 班纳体内的浩克随即觉醒了出来 身体不断膨胀 很快就变成了绿巨人浩克的蓝量 眼看就要失控 女友随即爬到浩克的身上 用她的爱意安抚着浩克的情绪 蓝先生则趁机向浩克注射 抑制他体内绿色细胞的血清 在这般操作下 巨大的浩克果真逐渐缩小 慢慢恢复成了正常人类的蓝量 这次实验的成功 更是让蓝先生兴奋不已 试图将班纳体内的血清保存下来 做进一步研究 但这遭到了班纳的拒绝 因为她体内的血清一旦被军方获得 他们就会以此制造出更多怪兽 到时整个世界都将遭受灾难 就在双方对此争论不休时 军方再次找到了他们 已经将整栋大楼给团团围住 只见远处一个狙击手 向班纳发射出了一枚麻醉劲 而就在班纳即将昏迷之时 老布突然冲了出来 此时的她已经丧失心智 试图让班纳快点变身 自己要再次与之决动 而就在班纳被军方带走之后 老布又找到蓝先生 威胁她交出班纳体内的血清 因为此时的老布已经疯了 试图也要变成和班纳一样的怪兽 无奈之下 蓝先生只得将班纳体内的血清 注射到了老布体后 由于老布之前已经注射过加强血清 在两种血清的混合下 老布也开始发生变异 身上长满了尖刺 一个比浩克更加强大的怪兽就此诞生 憎悟 变异后的她更加丧心病狂 开始在城市中心四处破坏 士兵连忙将情况报告给将军 说是浩克正在街上到处破坏 将军一脸猛逼地望向身后的班纳 表示这不可能 随后士兵将地面画面切换给将军看 将军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地面的部队根本不是增务的对手 各种武器炮弹都对她不起作用 面对如此局面 如今只有让班纳再次变身后 或许才能挽救这一气 但由于刚才抑制血清的作用 此时的班纳已经无法变身 无奈之下 班纳让将军将飞机飞到高处 在与女友告别后 只见班纳纵身一跃直接跳了下去 试图逼出体内的浩克 然后这一跳浩克并没有现身 就在大家以为班纳已经领了和饭时 地面的大坑突然冒出一只大手 班纳体内的浩克再次苏醒过来 随后两大怪兽相互朝着对方出去 而结果是浩克被更加强大的曾物扔到楼面 打得浩克晕头转向差点都站立不起来 曾物却在一旁不断发出挑衅 浩克随即将旁边的一辆警车撕成两个 一手拿着一个当做盾牌与曾物四打一起 这招果然有效 曾物被浩克拧压在地上 红红推打 但下一秒就被曾物一脚 远远踢飞了数百米支援 再有将军的直升机试图在空中进行支援 不断朝着曾物进行射击 怎料曾物在攀爬到高处之后 随即抓住时机将直升机抓了下 最后坠毁在地上 就在浩克准备过去将里面的女友拯救出来时 曾物再次冒了出来 狠狠地将浩克拧在墙上不能动 眼看飞机就要发生爆炸 浩克为了拯救女友 体内的力量也终于再次爆发了出来 使出浑身解数挣脱了束缚 而就在这时 飞机上掉来下的火星点火器 并引燃上面的飞机 关键时刻 浩克使出终极绝招 就这样用力一拍引起一阵大风 瞬间将即将爆炸的飞机扑灭了 这操作也是够厉害的 可还没等浩克反应过来 曾物再次从背后用铁链袭击了浩克 曾物眼看浩克的女友即将从飞机里出来 又试图用铁链将其干干 危急时刻 浩克再次站立了前 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地面扎去 曾物也因此陷进了浩克砸出的裂缝组 接着又被划落的铁链反向砸中自己 浩克则抓住时机用铁链勒对他的火 曾物试图反抗正破 最后却被浩克刺中其胸膛 此时的浩克也是越战越语 眼看就要失去理智 好在女友及时制止了他 浩克才算清醒地过来 最后将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曾物扔到了将军面前 解决了这场危机 但浩克深知自己在大家心中仍然是个怪物 如果还继续留在女友身边 对他也是一种伤害 在和女友告别之后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浩克来到了深山老林中修身养性 不断训练自己的心性 一段时间后 也终于掌握了能够自由变身的方法 那么你们觉得哪个版本的浩克更强呢 而曾物也被关押在了牢房中接受改造 但就在这天 将军正在酒吧里喝酒 一个熟悉的男人走了过来 钢铁侠托尼·施塔克 他向将军打听浩克的下落 因为此时福瑞局长 他们正在组建一支 由各种超级英雄组建的组织 没多久 一个女人就根据线索 找到了隐居在贫民窟的班纳 她就是黑寡妇奈塔莎 在她的邀请下 班纳加入了复仇者联盟 一场更大的战斗也随之打响 而在多年之后 浩克也有了自己的姿子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